还要来关心美国共和党参院领袖麦康诺的健康状况备受讨论 30号他接受访问时突然表情僵硬 晃声超过30秒 而这已经是他近一个月来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 接受记者提问 美国共和党参院领袖麦康诺却突然晃声 只见他眼神呆滞 表情僵硬 助理健壮上前解围 助理在麦康诺耳边重复记者提问 但他似乎还没回过神来 前后像是冻僵了一样超过30秒 助理事后解释 麦康诺当下感到头晕目眩 但拥有神经外科专业的CNN医药记者古塔医师不这么认为 古塔医师验判麦康诺出现面具领的症状 可能是帕金森是症的征兆 高龄81岁的麦康诺 静康备受讨论 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会主动关心 这已经是麦康诺一个月内 第二次在记者会现场突然定格 能否继续行使职权也再度受到质疑 成为人编译 以来的地方 我说是我们下期就会整理办法 我接下期就会想。。。